如果你看到一个美女这样吃饭,那你要小心了 在一天深夜,高中生小美被镇上臭名昭著的杀手屠夫盯上 屠夫把一把古老壁舌插入小美的胸膛 但是并没有因此杀掉小美 反而让两人发生了灵魂交换 一觉醒来,屠夫发现自己被困在一具少女的身体里 屠夫发现这具少女身体简直是杀人狂犯的完美掩护 当即就有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他要到学校里大杀特杀 而另一边小美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在一个破烂的窗户里 而自己变成了一个回事拉擦的大叔 人们口中臭名照著的杀手屠夫 小美觉得自己简直是臭炸了 就跑到学校里去洗澡 另一边屠夫一次到学校 小美的两个闺蜜就过来找自己 他们并不知道此时看到的只是小美的躯体 立心却是个心疼手辣的屠夫 同校同学,绿茶热情的不来跟小美打招呼 说我好担心你啊 你没事吧之类的虚情的话语 屠夫瞬间就有了目标 屠夫哄骗绿茶把自己带到公衣室 绿茶则试图向他打听关于屠夫的事情 而屠夫只在一边入色杀人工具 衣架不行,灭火器不行 杀机严用窄牛刀 进击走向绿茶准备接过了他 实际绿茶突感尿急 就去卫生间上了个厕所 结果就见了通缉犯 屠夫的本体正在卫生间里洗澡 绿茶吓得赶紧往外跑 结果正撞上了小美本体里的屠夫 屠夫哄吠小美躲进冰柜里 关上门,用拐杖插死 调制温度至最低 从而转身就走开了 喜欢找出来的小美发现冰柜那边很不对劲 走过去打开一看 绿茶早已经冻藏了冰柜 知道屠夫就在学校里 小美找上了两个好闺蜜 结果两人看到他之后一路逃跑 直到被逼到厨房 男闺蜜跳上去一把握住小美 跟一旁的小黑说快开架 小黑说我也没枪啊 直到三人都打累了 小美跳了一支只有三人才知道的舞蹈 他们才相信眼前这个粗犷的三人犯是小美 小美跟闺蜜说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他们简直都不敢相信 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 小美他们很快就查到了那是一把受了诅咒的匕首 如果24小时内 小美没拿到匕首把灵魂换回来 他将永远被困在屠夫的本体里 而小美知道屠夫正在用自己的本体在学校里发人 他必须去阻止他 小美上任从同学的直播间里看到了屠夫正在校园派对上 他们赶紧跑到派对地点 此时学校里的混混把屠夫从派对上引开 来到一个偏退的地方 准备跟自己的朋友一起欺负小美 他们并不知道小美身体里的人 正是心狠手辣的屠夫 屠夫青涩熟路 三下五除二就送他们全部领了盒饭 当小美他们找到屠夫的时候 他已经大杀特杀了 毕竟是被困在少女的身体里 屠夫的战斗力肯定不如从前 很快他就被小美一行人制服 小美举起匕首朝自己的本体刺了下去 顿时天色一变变闪雷零 很快两文的人魂就互换了回来 警察也直思赶到现场 对着屠夫就是一顿农色 很快屠夫就倒地不起了 你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一辆载子杀人狂猛屠夫的救护车上 送命体中间过瘾慢慢的归零 同行的警察都以为屠夫死了 但是谁都没有注意到 遗弃了另一边并没有接触到人 在家的小美发现门是开着的 以为是晚回来的姐姐忘记关门 当初韩姐姐没人回应 突然屠夫从身后一把抓住她的头发 手过一把匕首比在小美的脖子上 姐姐在身后对准屠夫扣动板机 发现枪里并没有子弹 妈妈突然拿着酒瓶砸了过来 但还不是屠夫的对手 因为在屠夫的身体里待过 小美知道她也是有弱点的 最后三人合力解决了屠夫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总体下来很直白 我也没啥可说的 三会